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星期一 香港中学生开学 中学生们戴黑口罩 罢课 有一个学校就威胁香港的中学生 要把戴口罩的学生寄过 或者把名单送给教育局 还有我看到一个老师 香港的老师写的文章在网络上 他说平常这些同学在上课的时候 不是学术倾向的同学 不是很会读书 有时候上课不拽金 打瞌睡 有时候滑手机 他说这些学生在暑假的时候 跟他密切联系 想不到吧 因为这些学生是香港条例 反送中条例的勇武派 学生白天在香港的战场上 奔波 晚上学生很挫败 或者被殴打的时候 学生是需要清土的对象 他们信任的老师在晚上 是他们心理辅导 心理资商师 香港的新闻里面 我们大家还很欣赏一个学校 这个学校是保良局和应良中学 他们的开学典礼 开学典礼的时候 校长主任老师们在台上排排坐 两个司仪 他们整个开学典礼的流程 是让学生来做司仪主导 两个司仪主持到后面 就是要唱国歌 唱国歌唱的当然是中国的国歌 这时候 全校的学生唱起了 Do you hear what the people think? 悲惨世界 唱完之后 学生喊口号 学生说 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 而两个司仪 其中一个戴口罩的女孩 她说了一些话 她说今天我要用个人的身份 表达这些话 我要说开学典礼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她后面用隐喻 带进了几个词 她说不赌灰 不割席 不分化 不指责 她讲了四个不 赌灰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不会去告密 我们不会去告谁领导我们 有谁参与这个活动 不割席是什么 我们兄弟之间 我们是兄弟的感情 我们不会决裂 她说兄弟跟登山各自努力 最后她结语的时候还提到说 我们一起在学业上好好努力 这是香港的学生 我还有一个朋友 钱志健 他在他的脸书上登了拔萃中学的学生 手牵手 做一个人链 支持香港这个反送中国条例的活动 而这个校友显然是非常以学弟们的为社会来努力 引以为傲 我还看到了9月7号 大普虚战 我就看到那个影片 一些镇报警察冲上去 有一个背号穿着T恤 背号11的帅哥年轻人 他去挡在这些警察的前面 因为他维护一个角落里的那个女孩子 我就看警察 他已经是在角落里面乖乖听话了 警察还拿出警棍来 打那个背号 背心 背号11号的年轻男孩 打哪里 打他的脊椎 打他的腰肾 故意的嘛 打到他蹲下来 我反复看了几遍那个影片 那个年轻男孩 11号男孩真是棒啊 他建议我会保护那个女孩子 如果有 如果我在那里 我真希望我也能够挡在 11号男孩的前面 那个棍子不应该打在年轻人的脊椎 年轻人的腰肾 他一辈子会受内伤 新闻说大约有一千个被抓捕 被抓捕的都是勇武派 其中一个男孩 他就跟 他就在网路上说 他一开始的时候参与的是和理非 和平理性非暴力 他跟大家200万人一样这样走上街去游行 但是元朗的白衣人事件让他体会到 我要出来保护大家 所以他才开始是做勇武派 勇武派是什么呢 那个这些有警察有危险的 这些催泪瓦斯 有这些胡椒水出来的时候 就赶快挡在前面 去把那个这些蛋给他处理掉 避免和理非的大部分的群众受伤 这个年轻人就说 他从和理非变成勇武派 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不够 所以勇武派里面还有一派叫做武斗派 他是武斗派 他们绰号叫屠龙 他们有几十个年轻人 他们觉得攻击才是最好的防守 所以他们就去破坏 当我听到我一个很好的朋友 他以前是很有正义感的那个 他就跟我说 为什么这些香港来示威抗议的人们 要去有暴力的行为呢 这个年轻人的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他本来是要做合理非的 是因为香港政府的措施 逼得他做到勇武派 逼得他去做屠龙 根据记载 报上说 有一千多个年轻人被抓捕 这一千多个年轻人被抓捕 他背后就有一千个家庭 他有一千个妈妈 香港政府的这样的作为 让一千个年轻人 从此以后不要做合理非 他就会是勇武派 那一千个妈妈 那一千个家庭 就是他们最好的支柱 所以香港的反抗运动 在这一千个家庭里面 这有一千个装脚 他的逻辑是这样 中共政府引导香港政府 香港政府指挥警察 然后处理这些街头上 香港街头上的这些年轻人 以维持香港秩序为民 他实际上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人民的服从 而中共政府这六十年来 他们处理西藏 小数民族西藏新疆 没有问题 都是用服从 用威吓霸凌 来对待这些小数民族 人民很乖 没事 就是08年之后到现在 这11年来 有150多个西藏人自分 但是大部分 整个中国的领土里面 这样要求服从 是行得通的 所以中共政府指导下的港府 也是用服从来教导 这个香港的人民 但是香港人民 这些年轻人 你看那一个一个的中学 他们起来支持 学校的课程里面 有一种课程叫做显著课程 就是上课教的国英数字 自然社会 另外一种课程叫做潜在课程 我们如果把香港 当作一个大学校 港府的作为 中共指导下的港府的作为 警察的作为 就是教导这些年轻人的潜在课程 服从有用吗 你在中共的领导下 服从有用吗 这一个又一个年轻人 一千多个年轻人 他们拿出他们的拳头 向暴政说不 明镇有专门